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陈时中现在没有防疫光环 人设又崩坏 只能够走回抗中保台的老路吗 可是绿营的前大佬许信良就直言了 他不认同民进党 频频祭出抗中保台的战略 因为没有人喜欢战争 走这一步险棋 对于民进党来说没好处 他甚至直言 年底的选举对绿营很不利 胜负基本已定 而面对党外前辈的忠告 这陈时中就暴怒了 他反向说抗中保台不是撕裂台湾 是个人价值 也是全民的共识 问题是一旦两岸爆发了冲突 这上战场的会是陈时中 跟绿营新贵门吗 而许信良一席话 要求要重视民主价值 这样的言论 等于是敲响了民进党的警钟 绿营只想要操作芒果干来打赢选战 难道不用想想会带给下一代 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难道民进党真的要永远靠芒果干来治国吗 夏宁委员 我想这一次的选举 刚刚讲不管是抗中保台 还是说在激化大家对于危机意识来救选举 我觉得渐渐已经没有效果了 那形式上来讲 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执政党 他的各个内政做得很好 大家可能还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结果他是内外都做不好 不要讲说刚刚讲 一个这个采购的这个国防预算 真的是丢到水里面一样 这件事情跟你抗中保台 你要做到的部分 大家一检验根本就不合格了 那回到现在这个陈时中 他为什么一再地在这个人设上面 不管叫做崩坏 或者是说自己荒江左摆 就是他自己的核心价值 核心理念根本在他自己的行为里面 已经是两个极端的一个走向 不管是他刚刚讲 以疫苗采购的这件事情 在国会里面我们执询了几次 他往往就讲说 基于国际上的这个惯例 然后保密的这个采购 不要影响到到时候又有人不高兴 又有人来做这个干扰 一直就是要推给 好像是中国中共一再地会介入 结果现在看起来 是股价在介入这件事情 是整个以高端为例 这股价本身的这个走势 就让现在到底 这个公布 这个采购多少钱与否 他还是以保他自己的利益为前提 刚刚如果说施程大哥讲 礼拜六要辩论 他就可以业会这个 现任的部长 薛瑞源 连王必胜也去 你说这个行政 中立到哪里去 完全是他们家的后院 完全是直接 这个党跟他的政治间 通在一起的后巷里面 去跟他讲 这个什么时候要公布 大概多少钱 价差怎么解释 一个一个都现行了 所以我希望现在就是大家看清楚 不论是你是原来支持哪一个政党 基本上还是回归 他们掌握大权的人 包括他们资源这么庞大的这个处理 如果是真的利益集团 回到他们自己的党内 甚至是有内线上的这个交易而致富 你觉得这个党你还投得下去吗 你还愿意让他们继续用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 就把选票骗过去吗 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要冷静的看待 这一整年来 其实就是这两年来 由疫情上看到的一个执政 能力上面不佳之外 这个口舌之勇很厉害 然后倒过来呢 在选举的时候 纷纷拿以前自己做的事来往脸上贴金 结果所有人在这些党质疑的要求的 你竟然是不理不睬 那自己已经没有指挥官身份之后 还可以叫指挥官到你的这个政选总部 你说这种人能投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